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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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孙悟空这时的微信好友已经突破上线 上到三清牢领岛 下到地狱打扫厕所的 没有哪个不认识他 但奇怪的是 自从他被如来压在五行山 所有朋友一夜之间全部消失 一个都没去探望了 作为曾经的网红 他委屈呀 在原住地发回 观音拿着招工 指标去看他 他就向其抱怨 我在此度日如年 更无一个相知的来看我一看 因为他的小心脏在此受到刺激 所以从五行山出来后 他把金箍棒频频打向自己的同类 棒下从不留情 特别是对待牛魔王 更是联合佛教 把老牛送到西天软性 让他也尝到了孤独被囚的滋味 那么 朋友不去看他 难道都是被信弃以之徒吗 非也 这其中另有内情 二 首先 孙悟空的根基不老 他既不是富二代 也不是官二代 完全靠一身蛮力打下的名气 结果被更牛叉的人灭了 别人凭什么还去见他 其次 孙悟空不会维护朋友关系 他拉杆子自称七天大胜之后 有一天突然对六位大哥道 小弟既称七天大胜 你们亦可以大胜称之 意思是 我已经造反了 你们还是跟上吧 口气很大 不像一个小弟说的话 众大哥立刻有些不高兴 现场一下冷了下来 牛魔王一看形势不对 忽然高叫道 贤弟言之有理 我急称作个平天大胜 既然大哥都发话了 于是焦魔王道 我称作富海大胜 彭魔王道 我称昏天大胜 师陀王道 我称宜山大胜 弥猴王道 我称通风大胜 鱼容王道 我称屈神大胜 虽然大家给了他一个面子 但心里还是不爽的 出了花过山之后 他们就把这话忘在了脑后 在火焰山时 牛魔王自称大力王 平天大胜连提也没提 蜗牛在往期文章中 也给大家解读过了 孙悟空故意将他们的军 不是他小气 而是众大哥先不够一丝 吃肉喝酒他们就来了 与天兵天将打架 他们就跑了 当架打赢时 他们又来了 完全把花过山当成了免费的聚餐场地 所以他非要拉他们下水 大哥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 与其他小弟的关系如何呢 在援助第五回 孙悟空再一次造反 引来天兵天将追杀 第一场战役之后 四剑将向他报告 今早率众将与天王交战 把七十二动交王与独角鬼王 尽被众神捉了 我等逃生 故此该哭 这间大圣得胜回来 未曾伤损 故此该笑 孙悟空一听 却道 胜负乃兵家之场 古人云 杀人一万 自损三千 旷捉了去的头目 乃是虎豹狼虫 欢张狐河之类 我同类者未伤一个 何须烦恼 这话传到别人耳朵里 谁再把他当朋友 但是 他后面还有一句话 我等些紧紧防守 保时一顿 安心睡觉 养养精神 天明看我使个大神童 拿这些天降 与众报仇 也就是说 孙悟空未必就是忘了他们 但他不会说话 或者说不会忽悠 导致与他相处的朋友都不高兴 除了以上原因 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孙悟空被押在五行山下 如来派了心腹看守他 三在很多影视剧中 孙悟空似乎一个人被关在五行山 不管刮风下雨 没人管他 亦没人尿他 只有 一个放流的小孩 曾给他送过桃子 如来玉帝都忘了他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之下 众朋友不去看他 的确有些说不过去 因此 有粉丝一响天开的说 孙悟空为何不便笑出来 反正也没人看见 孙悟空为何不把金箍棒拉长去挑铁子 反正如来也不知道 只能说 这仅是大家的意象 如来同志早就想到了这些问题 因此 把孙悟空押在五行山下后 他还做了一系列动作 如来集辞了玉帝众神 与二尊者出天门之外 又发一个慈悲心 念动真言咒语 将五行山照一尊土地神之 会同五方皆地 居住此山间鸭 但他即时 与他铁丸子吃 可时 与他融化的同志饮 待他栽迁满日 自有人救他 大家注意看 看守警察 尽点出名的 就有土地 五方皆地 此外 还有没点数姓名的 比如孙悟空要吃铁丸子和同志 这到哪去弄 不在五行山下办一个炼童车间 等铜水拿到五行山时 早已变令了 所以 看管孙悟空的 不下于一个战斗牌 在原著第十四回 唐僧答应孙悟空去接铁子 原文是这样交代的 唐僧拜毙 上前将六个金字轻轻接下 只闻了一阵香风 劈手把鸭鞋而刮在空中 叫道 吴乃奸鸭大圣者 今日他的难满 吴等回见如来 嚼此风脾去言 这次说话者 正是值班的接地 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 五方接地是什么鬼 五方接地 分别是金头接地 银头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僧接地 摩赫接地 乃佛教五方守护大力神 通俗验说 就是佛教执行特殊任务的金牌黑衣人组合 这五方接地 不仅是五行山孙悟空的看守者 还是取经路背后的监工 在原著第九十九回 唐僧师徒取完新 空中考寻祖监监工 对